林亚区的益城堂关地庙遇上疫情 目前不开放民众入内 只能在门口参拜 但主委表示除了趁着防疫期间 帮益城堂内部好好整修了一番 也因应许多活动即将到来 向政府提报内容详细的防疫计划书 从容纳人数到参拜动线 还有未来活动都有完整规划 期望能早日为信州们服务 其实我们还是照政府的规定在走 他给我们的资料 我们再去申请 就是以我们庙里面能承受的人员 就是信徒进来 信州进来的能量到什么程度 还是秉持的以政府的规定为主 我们不能逾越 逾越有可能受划 所以说我们是希望能让更多 信徒能在精神上的寄托 能得到更好的慰藉 另外庙方因应疫情 推出的线上服务 像是线上收金 线上拔杯等 在未来解封后也会持续推动 以双管齐下的方式来安定民心 让民众不出门 在家也能求保佑 我们还继继续保留 我刚才有讲过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性已经改变了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像如果去餐厅吃饭的话 你要像以前这样子吗 因为我已经外送习惯了 但是我们在线上收金 我们还是一样 线上拔杯 我们都有 还是会继续推 最近各大庙宇陆续通过宗教场所防疫计划 高雄益城堂官地庙也已经送出申请 力拼为解封 在争取开放的同时 也继续推动线上服务 希望透过神明的加持 早点度过疫情 记者邱建勋高雄报导